Hello大家好,我是晨晨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军八豪将系列之原谈原上 那么这个武将呢,我们之前其实做过一期视频来讲它的技能 但是后来技能有一些小小的改动 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做一期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技能吧 出牌阶段开始时,你可以摸两张牌或者获得场上一张牌 然后气质一张牌 若气质的牌是基本牌本合和 你不能使用锦囊牌和装备牌且杀的使用次数加X且目标加1 若气质的牌不是基本牌 本回和你不能使用基本牌 使用葡萄锦囊牌的目标加1或减1 本回和前两次使用装备牌时摸X张牌 X为发动内阀是手牌中不能使用的牌且最多为5 好的,这个技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回和,对吧 我们先摸两张牌 然后呢,它就会提示你要不要发动内阀 如果我们发动内阀呢 我们可以选择摸两张或者获得场上的一张牌 这个牌呢,可以是别人装备区里的装备 对吧,也可以是别人判定区里的牌 比如说人家被热了 我们可以把它的热拿过来 闪电啊,冰凉啊,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再丢一张 如果我们丢的牌是基本牌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回合呢 就不能使用锦囊牌和装备牌了 就是我们装备牌也不能挂 我们锦囊牌也不能出了 但是呢,我们杀的使用次数可以多X 这个X呢,就取决于我们手上的非基本牌有多少了 比如说,我手上有两个装备,一个闪电 那么我们就可以多出三次杀 对啊,多 那么就是总共可以出四次了 因为我们本来就可以出一次嘛 然后呢,目标加一就是说 我们可以多出三次杀 然后还可以多杀一个人 不过这个多杀呢,是一定自己要有攻击距离的 因为内法是不无视攻击距离的 那么如果我们丢的牌呢,不是基本牌 就是说如果我们丢的是锦囊或者基本牌的话呢 那么我们本回合就不能使用基本牌了 比如说不能去杀别人 不能吃桃子 但是我们决斗呢,是可以出杀的 因为使用和打出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决斗别人,别人杀 我们还是可以出杀的 那么我们使用锦囊牌的目标呢 就可以加一或者减一 比如说我们铁锁别人,对吧 我们铁锁了两个人 那么我们就可以再指定一个人 种一个铁锁了 我们出决斗呢,我们就可以让 另外一个人也被我们决斗 我们开五谷风灯的话呢 我们可以少让一个人享受这个五谷风灯的效果 然后我们开南蛮也是一样的 就可以少让一个人种南蛮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前两次使用装备牌的时候呢 可以摸X张牌 那么这个X呢,跟那个多出X张杀 对,跟多出X张杀是一样的 这个X取决于我们手上的基本牌是多少 因为我们丢的是非基本牌嘛 比如说我们手上有两张杀一张杀,对吧 那么我们的基本牌是三 那么我们前两次挂三,挂装备 我就可以分别都摸三张牌了 我们第一次挂个加一码,摸三张 第二次挂个八卦阵,再摸三张 那么后来再挂装备就不摸了 因为这个仅仅是前两次 这个武将我稍微总结一下吧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强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呢 尽量早点买 我是花了大概四千人民币 三百个童心结换到的二元 那么我觉得以他的强度 他是完全值五百结的 因为他不比徐荣啊曹纯啊这种武将差 因为徐荣曹纯 徐荣主要是还是太吃运气了吧 太吃手牌了 曹纯的话呢主要是节度比较慢 而且进卡房的发挥没那么好 因为他毕竟还是想要装备嘛 我觉得从稳定性上来 从稳定性上来讲啊 二元的强度是高于徐荣和曹纯的 当然他的上限可能没有徐荣那么高 就徐荣才好的话能输全场呢 好的我们还是结合录像来看一看 跟大家高能预警一下 我们这个第一把 是一个法术局好吧 就是我们摸的牌挺好的 不过二元因为过牌量大嘛 摸牌好也很正常 好的这边我们是一个反贼上来就逃跑的一个人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在拉牌插的时候我们不能出杀这个是一个弊端 我觉得这不算一个弊端 这只是限制他变得无敌而已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新手玩家 他可能玩的没有那么多嘛 就会觉得说 多摸那几张牌也不一定有很大的用 还不如杀别人多掉一滴血呢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三国杀是一个卡牌游戏 卡牌游戏排差就是王道 我们摸的牌足够的多 那么我们摸到好牌的几率就会比别人大很多 那么一旦我们把好牌 大部分好牌都摸到自己的手里 那么别人都不一定有输出来打你对吧 比如说我们把乐摸了什么的 他都不一定有机会出杀 好的我们先回到这一局那个吧 好我们自己先丢一个南蛮入侵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内阀为五 我们前两次挂装备都是摸了五张的 好的这边我们顺库庸 在内阀去顺一下下吼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三次挂装备呢 就不能摸牌了 这边呢我们锁一下他们两个 然后内阀再指定灵桶 因为灵桶逃跑了嘛 左次如果有九杀啊什么的 还是很利重的 戒下吼在草皮局还是大多数的时候围住内嘛 所以说我也是锁了一下戒下吼 而且马良因为被翻面的话 他有一个自书嘛 所以说马良是反的几率会比戒下吼更大一点 所以说这边我们锁戒下吼 不去动那个马良 哎果然马良是一个反贼 之前左次也是跳了一个反的 那么这边是两个中 这边木马没有关系 嘿嘿 在二女人面前挂木马 你看是里面的牌不想要咯 这边左次的化身还不错 有国色而且咱们还挺好挺多的 四海称臣 嗯好的这边陈谱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九杀草皮 嗯草皮翻马良马良还是很伤的 哦这边那应该是一个跳内的行为了 因为他杀了一刀草皮 然后又把雇佣的乐给伸走了 哎小内内我们不管他 好的这边我们的回合我们继续发动内阀 我们把这个木马拿过来 哎然后我们丢一个减一 现在内阀为 嗯手上的基本牌为三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挂两次装备 总共摸了六张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牌叉手有多么的恐怖 就是说嗯我们即使没有出杀 但是我们拉的牌叉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我们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已经非常高了 因为他如果装备区就没什么装备 然后还被我乐 他其实连出杀的机会都没有的 所以说嗯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 牌叉是一件小事 牌叉是三果杀这种卡牌 有些里面最最重要的东西 我还是再罗索一句 我们只要牌叉足够大 我们就可以打到别人连出杀 连打我们血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你想想无邪都在我手里 然后桃子都在我手里 你掉血了你都回不上来 对不对你还杀不死我队友 你拿什么来跟我打 所以说牌叉永远是比什么 杀你也不能说永远吧 就大部分时候吧 永远比什么裸一 我杀你一刀你掉两根血要强 这边我们给桃皮打一个武器 因为我们还是不希望自己被翻面 因为虽然他有可能翻马梁吧 但是我就不想赌这个 这边桃子我们还是要出一下的 因为这个灵筒是个反贼嘛 雇佣的话杀了灵筒可以摸三张 然后桃皮还可以行伤 所以这个还是应该 就一下的 好的我们继续发动内阀 我们把这个陈谱的杖疤拿过来 再拆下喉 哇这一拆两个用爽歪歪啊 然后我们决斗 先把陈谱的陈谱上有个唇 但是他又离开了 演员绝对演员 这个时候离开不是演员吗 哎不对啊 怎么会是一个反贼呢 还好我这把是反 我这把要是中内这个尘土反对这么大 肯定又有人要说了 哎你进演员吧 太假了 我觉得我老师视频里面有一群笨蛋 在那里黑我亲演员 我也不知道咋想 可能是没有 没怎么玩过路人局吧 说路人局常态就是这样 反正不管我队友干出什么事 他们都觉得挺长 我对手只要一菜就我亲的演员 嗯好了我们不说这些负能量的东西了 我们还是回到排局 这边还是要救一下 灵统依然要救一下 因为不想让他行伤 你可以吧 这边左刺有国色 哎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虽然都没有出杀 但是这个主中 已经被我玩到没什么牌了 而且血量还很低 这边我们呢 准备内法把这个万师傅拿过来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二元还可以控距离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恶心啊 这边我们先拆 对吧 这为什么要拆灵统呢 就随便拆了一下 因为这种局就随便我玩了 好对吧 一个无中 哎两个无中 哎三个无中 关了吧 没什么意思 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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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排场 他拉的我们一 我们开三个无中 就等于我们反备开了六个无中 因为我这个无中 还指定走私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恶心 就二元出来之后 以前有人说王朗不厉害 我都非常神奇 但是二元出来之后 他们说王朗不厉害 我也闭嘴了 我就也不闭嘴了 你说王朗八万块钱 二元就四千块钱 这排场拉的比王朗还大 而且他还说四血 你让我朗哥如何自处 好这边把灵桶打掉 果然是一个内奸 我真的再啰嗦一句啊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排查 卡牌游戏排查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就有排查的武将 他不一定特别强 但是他一定不弱 这是我经常会跟我的观众 说的一句话 这把都没有女武将 都不能给你们配音了呀 好这边我们再拿掉 雇佣的嘉一马 我们再挂装备再挂 无中生有再指定走私 我的天 我这个无限四张拉 我们再 对我们借刀还可以再指定 对吧 我们借了雇佣的刀 还借了夏侯的刀 这是有多恶心 距离被我控了 然后桃子还 都被我过牌过到了 我还神装 你拿什么跟我打朋友 这武将真的强盗变态 大家如果有想法的话 就早点买 迟早涨价 真的 真的迟早涨价 他这完全植物败解 好这边雇佣阵亡 其实这个牌子 已经没有那么多好解说的了 既然没有那么多好解说的话 那么就给大家出一个题吧 大家猜一猜我以下配的武将到底是谁 哪个皮肤 哎呀你坏死了 切身害怕 你转不正了 我觉得这个知道的人应该不太多 哎呀有点害羞啊 这个太骚气了 不行不行 要矜持一点 好的我们还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发动内阀 然后我们还可以丢自己装备区里的白银狮子 哎我们还可以挥雪 好快乐 哎我们把手牌剩掉 然后南蛮入侵 然后就是无限什么的就不用打了 尊重一下对手 对吧 我们的无限什么的也不用给对手打了 直接给马良一个杀 然后扣管就可以了 这边草西区肯定阵亡了已经 我刚刚那个强行给你们配音感觉太生硬了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你们老是说什么 哎我不配音的青春都结束了 明明是自己老了 青春没有了 最怪我头上 真的是好难啊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把 第二把我们是一个二元钟 主攻呢是一个戒曹操 我目前为止三国沙最喜欢的武将 以前是王老嘛 后来曹英上了之后就变成了曹英 然后有了二元之后就变成了二元 就第二名是二元 第一名还是曹英对吧 我们曹英小姐姐就是完美 作为一个女武将 又不像貂蝉那样 对吧 妖艳 能 就是曹英又能打 长得又漂亮 还是四血 还大 眼睛特别大 这种这种女武将谁能不爱 我一个女的我都受不了 对啊眼睛特别大 对 我喜欢眼睛大的女生 曹英在我心中就是完美 没有缺点 她没有任何缺点 好的 这边许优呢 刚刚是跳了一个钟 那么姜维是直接过了 张秀刚刚应该是算是跳板的 我们看一下她怎么做吧 那么张秀是跳板 好这边我们发动内法自己摸牌了 丢一个腾卡 好我们开我们开桃园的时候 可以少指定一个人回血 对吧 我们让这个江卫不回血 因为他也没有表身份嘛 他其实有可能是个内法 但是我玩二元内不内的其实都无所谓 我讲真的 张维是怎么来被我气逃跑了吗 这边由于我要借许优的刀去杀这个张秀 我还是想压一下张秀的血线 所以说我们直接就把木马给了这个许优 曹操不曹操的就无所谓吧 对啊 我们玩强将就是这么的任性 就是只要人数军顿 对吧 就大部分时候随我玩 好这边李如发动 哦李如没有顺我呢 他应该是一个表中类的行为 我们先标一个中吧 我们把别人的身份也标一下 那么张维是一个反贼 运气还不错 嗯忙对了 这边反贼阵容其实挺弱的 张秀其实做借曹操的反很一般 因为曹操的话他有一个护驾嘛 张秀在那个手段曹操的时候 曹操还是可以护驾的 所以说张秀做曹操的反没有那么的好 这边我们把桃子拿一拿 这玩二元永远有很多桃啊 我玩的武将不叫圆台圆上 我玩的叫圆化圆陀 画陀哭泣 王朗哭泣 还让我让人活啊 这边许优好像是跳了一个内奸 那么我们 木马没有还给我 还没有关系 我既然木马敢给你 我就不怕你不还给我 对吧 我自己再拿回来 不给拉倒 我敢给就不怕你不还 好 这边曹操 这曹操也挺惨的 都没有任何一个魏国能帮他护驾 无意的内还是反 这边我们把木马拿回来 内阀摸牌再摸牌 这个牌差已经恐怖到 我不想再赘述他有多恐怖了 这边呢我们把那个 给李如一个杀 因为还是挺怕李如 因为这个桃子不着急嘛 我有时候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不是特别需要的情况下 还是尽量木马里面不要塞桃吧 你当然了你如果急着让主攻回血啊什么的 你还是可以塞桃的 因为木马是有被拆顺的一个危险的 很多时候 有时候真的经常木马里面塞桃 就真的被别人弄掉了 就感觉特别特别伤 因为我手上有两个桃 我觉得无所谓 其次是这个反贼火力并不是很猛嘛 而且桃操那么多牌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桃的 这边火劲我们就不要去跟小竹子拼这种武器了 没有意义 哎果然手上有桃 我们把这个东西看情况吧 如果你跟你的那个下架贴的比较近 然后他也能马上吃的话 那你可以给他 这个还是准看情况看情况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 三国沙好玩就好玩在这里 他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这样做 一定要那样做的 他的灵活性很强 哦 徐优刚刚是打了一下曹操 可能是觉得我手上有桃子 想逼一下我的桃 这边又打了一下诸葛亮 诸葛亮肯定守着 诸葛亮让他守吧 我两个桃子去保 曹操就可以了 有啥礼儒 礼儒我们也不管了 再卖他一个中午 无所谓 只要我能活着就可以了 这边张秀反正是已经废掉了嘛 他也对曹操造不成什么威胁了 这边我们借许多刀去压一下张秀 我们再去打这个内 有人朋友说 你不怕内撕票吗 对不起我不怕 我玩二元就是这么自信 其实也没有啦 我就觉得他有一点点撕票的倾向吧 也确实更大的可能性 是想控一下我的桃子吧 但我不一定有桃子 随便吧 他内奸爱怎么打怎么打 我们不要对内奸有过多的要求 我对内奸没什么太大要求 但是这个曹操有点让我很不开心 我给你桃 你为啥不吃呢 就是说曹操把雪吃到两滴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他果然还是想撕票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随他怎么打 我们两个桃子再救回来 我们 我反正是不提倡 过多的去苛责内的 好的 我们打曹操的那个冰凉净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内法呢 也是选择了出杀 因为还是希望先去把反贼打掉 曹操刚刚不吃桃 真的很让人伤心啊 因为他吃桃吃到凉雪的话 凉雪的意义在于 他可以多留一张手牌啊 就是多留一张手牌 面对着许优还是很重要的呀 这边万箭 我的天哪 差点又死了 我的妈 我们继续内法 因为我手上没有桃子了嘛 我还是挺怕曹操死的 所以说我们把他的白银狮子给弄掉 让他回个血吧 不然真的太危险了 这个顺手 没有拿许优 是因为首先是让曹操回血嘛 其次是我们下一轮 在内法把他的家里马拿掉 然后再顺手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能拿装备是有多么的强啊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对距离卡四 而且别人 如果特别是上摸牌白 徐优还好 像那种摸牌白 他一旦少一次距离 他可能这辈子都杀不到你了 这边我们南蛮 取消曹操为目标 你看那圆化圆图又回来了 真的这个武将真的强到变态 太长了 真的有点太长了 好的我们来看第三把 而且二元这么强 还真的不是说什么 录像效果啊什么的 他大部分时候真的有这么强 你选择框有点可以吗 对我最近还在准备做照相的视频 但是现在素材只打了一把 等我至少打到凉拔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做照相的视频吧 因为这个酱确实有点太费了 素材太太难打了 这是废道 废道我真的 我说要做照相的视频大概说了有半年 我都没有搞到素材 我只是上次 因为以前是我希望大家给我投稿嘛 后来就换了一个照相 我就自己打了好多把就只有一把能用的 这边由于我过牌量大 所以我就直接把武器扔掉了 因为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过牌 去多找一点牌嘛 因为装备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装备与内阀嘛 一般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随便丢武器 大家不要学我 不要随便丢武器 这边呢我们丢一个桃子 因为我们四血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安全的 留一个装备 因为怕之后没有装备 我们还是很需要内阀丢基本牌 然后怕装备去过牌的 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 嗯大家不要学我随便丢武器 我是因为我过牌量大 所以就还好 但是那个无蟹其实就是丢的我也很心疼 因为无蟹在很多时候是比桃子更重要的 因为你可以防乐呀 防那个铁锁什么的 无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不要随便乱丢 我是因为太需要过牌了 好的这边那个佐词 跳了一个 哎呀我没看 哦这边跳了一个中 中 好这边巡域 哎看一下哦漂亮 巡域不是 不是中文就放心了呀 那我们反贼的阵容应该是这样 放马过来吧 放马过来吧 又是一个圆化圆斗 其实圆太圆上 就是过牌量大嘛 使用很多桃子 已经正常 桃子少 才不正常 这边呢 我们拿一个贴索 我们要解一下 自己跟好招的贴索连环 我们看一下王毅 我觉得王毅的皮肤还是那个动态传说会更好看 就花好月圆 这个头发为啥染了一撮黄的呀 我觉得花好月圆没有那个传说好看 先打 先献这一家香香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我们把香香的八卦证拿掉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能拿别人的装备 那么我们哪 比如说我们拿了别人的八卦 对吧 他少了一个八卦 那就他就少了防御 然后我还挂这个八卦过牌 然后我还多了防御 好的 现在手上四张桃 狗祸 我保你不死 看一下好招 好招 这个是给徐玉镇骨是对的 因为徐玉医学了 他手上四张牌嘛 丢一张也没所谓 但是他大概率有会牌的 这边借座词换了一个安国爱神明 还挂了个闪电 确实他们现在需要闪电翻盘 因为他们 他有司马伊地 给好招呼一下 这样自己阵魂呢 还能再摸一点牌 哇塞 九杀中了 有点强了兄弟 有点强 我其实我一个人拉的牌插 我感觉我一个人打的牌插 比对面 这三个人都多 野猪王 战斗吧 没有用啊野猪王 你碰到了我圆化圆头 你打不死这个狗狗 南蛮入侵再来一下 看一下佐词 我是佐词我就去死了 哎对 因为不然的话 曹操就不太敢A 但是现在实属一属的 他也不太敢A啊 不过这个局你不A 准备打死平局的话 真的没有机会了 这个局是一定要准备的 因为他们主中已经没有希望了 他们唯一的希望是 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打死神域 看能不能来个助脸弩 这也很难 也真的特别难 但那个南蛮部A 一点希望都没有 A的可能还有一点点希望 那好的 这边我们过牌 我们就不搞别的花里胡哨的了 我们摸到一张杀 直接杀掉就可以了 圆太圆上这个 什么这个组合 二元这个杀呢 真的是很强很强的 反正我个人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 我最喜欢的是曹音 然后是二元 然后是司马辉 司马辉的强度 我觉得综合实力来说 还是会比二元高一点点吧 看情况 因为你如果是打的熟人局 大家都会玩的话 司马辉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但是我不那么喜欢玩司马辉 主要是因为 很多人不太知道他的技能 所以用起来就特别气人 我还是更喜欢用二元曹音这种 比较能靠自己的武将 好的 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 大家记得给我转发评论留言点赞 对吧 至少点赞转发什么的搞一搞 硬币能给就给一给吧 大家积极的点赞转发投币的话 我的视频才会被更多人看到 这样的话才更有做视频的动力 那么陈先生在这里 谢谢大家啦 好的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大家拜拜